什么是苦上帝呢? 对着不想要的偏偏遇上了,这是苦,想要在一起的偏偏不能埋怨,这是苦。 你看佛陀从非常粗显的层面,一般人都能了解到的经验,讲到越来越威信,越来越威信的实相。 不管我们想要什么,不管贪求什么,当得不到实,一个人得不到他想要的,就会非常痛苦。 再进一步,在更深的层次,非常深的层次上,总括地说,五曲运是苦,五运是我们直取的对象,这个直取是针对五运的,五运是四个心的运具和一个物质的运具。 这整个聚合体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我的,对它产生强烈的执着,哦,这就是苦。 从表面的苦不断地深入,深入,深入,所有这一切都是苦。 然后佛陀解释每一个苦,什么是生呢? 什么是老呢? 什么是死呢? 什么是愁呢? 一个人失去他非常心爱的事物,会导致哀愁,非常沉痛的哀愁,被爱。 什么是叹呢? 什么是苦呢? 任何在身体上所经验到的不舒服,疼痛的感受都是苦。 什么是忧呢? 任何心中不愉悦的感觉都是忧。 这个传承把重点放在身体的感受上,苦受、乐受或不苦不乐受。 当然心一直作用着,但是禅修时是以什么作为所缘呢? 禅修的所缘是身体的苦受、乐受,而不是心的忧受、喜受。 因此,对于这个修法而言,身体变得很重要。 我们要去感觉整个身体上的感受。 什么是恼呢? 一大堆心的苦恼和忧恼。 什么是愿真会苦? 也就是不喜欢的偏偏遇上的苦呢? 所有跟六成有关的可见物、颜色、光线、声音、香味、味道、促成、念头。 当六根和这些令人不愉悦的六成接触时,都叫做愿真会。 什么是爱别离苦呢? 任何令人愉悦的沉浸。 那些亲爱的人,像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等等, 当你失去他们时,和亲爱的人、亲近的人离别会导致痛苦。 什么是求不得苦呢? 有人知道不断轮回出生是极大的痛苦, 于是发展了这样的欲求。 我不喜欢不断地出生,我要从这当中脱离出来, 愿我能够不再出生。 但是并没有达到不再出生的境界。 因为这样,因为这个欲求没有满足, 就会变得非常的痛苦。 面对年老的自然现象,一个欲求升起了。 我最好不会变老,希望我不会衰老。 这种欲求并没有实现。 这种欲求没有满足,就会产生痛苦。 面对疾病,生病,一个欲求升起了。 我希望不会生病,希望我能不生病。 这种欲求并没有实现,这种欲求没有满足,因此而痛苦。 接着是关于死,面对死产的自然现象,自然的法则,产生这种欲求。 哦,希望我不会死,我希望永远不会死,愿我不会死。 这种欲求没有实现。 因为这种欲求没有满足,就会因此而痛苦。 接着是面对所有的苦。 希望我不会有各种身心的痛苦。 希望这些痛苦和悲伤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种欲求没有实现。 这种欲求没有满足,其结果还是痛苦。 这是关于五蕴。 对五蕴的直取。 对五蕴的直取,五蕴称为执着直取的对象。 这是直取五蕴所产生的痛苦。 这是关于第一圣地、苦圣地的解释。 但是关于这些解释,我们再一次强调, 如果只是阅读经文,如果只是出于感情上的信仰, 如果只是知识上的理解,或只是因为他很合理而接受他的话, 对我们并没有帮助。 我们必须去体验它。 由体验而达到究竟。 这是整个八生道的过程。 这是整个内观的过程。 以持戒为基础来训练信念的专注。 你因此能够体验到较未细的实相。 不断地训练专注,训练你的专注。 你便可以开始观察到关于五蕴和六根的实相。 知道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而你只是继续不断地观察,不断地观察。 一开始,你会经验到某些显然是非常疼痛的感受。 你会经验到非常坚韧强烈疼痛的感受,粗糙的感受。 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称这些感受是苦,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去观察这些苦。 如果你不断地对这些苦产生盲目的习性反应,你便会不断地增长苦,增长你的痛苦。 要训练只是去观察它,只是清楚地了知这是苦,非常地明显,粗重的苦。 当你以平等心去观察这些苦时,根据自然的法则,这些苦便会开始分离,剖析,分解,消融,消融,消融,直到我们达到全身就只有非常微细振动的境界。 即使仍有不舒服疼痛的感受存在,一个好的内观修行者还是会体验到一股潜在的微细振动的波动通过这些疼痛的区域。 然而,这种不舒服的感受,不论是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实际的经验上我们知道,这种坚韧强烈的感受将会逐渐地消融,消融,而成为微细的波动。 这些振动,这些微细的振动在全身上下都有,即使在那些坚韧强烈的感觉的部位,也有微细的波动,波动,不停的波动。 这时候,这些疼痛的感受,感觉上就不像原先那么的痛苦了。 接着,连这种现象也不见了,只剩下一股非常微细振动的畅快流动感。 哦,太好了,这种感受非常的舒服,非常舒服。 然而,如果有人认为这就是解脱了,没有痛苦了,那么这个人就还没有真正地了解到所有的苦。 因为这种现象还在无常的范围之内,生灭生灭,我们只要继续地观察,不断地观察,我们会发现这种现象也是一种无常变化的现象。 而在不断地变化的现象当中,是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快乐存在的。 不管此刻,有任何非常舒服的感受,迟早都会灭去。 一旦我们经历到了消融的经验,并不是说我们就能一辈子保持在这种消融的状态。 不过,对于体会这种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坚韧,而事实上只是一大堆不断地生灭生灭的次元子粒子的色身。 这整个色身的实相而言,第一次体验到全身的消融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实相是一定要去体验的。 以这个理由来说,这种消融的阶段非常的重要。 但这并不代表到达这种境界的人就不会再经历粗重、不舒服的感受。 还是有可能,由于许许多多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前程在深处还没有完全去除的过去的习性反应浮现到表面。 有些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你以一种特别的姿势缠坐,或者你过去的旧伤,而因此产生了一些不舒服的感受。 或者说,你有某种的疾病,因为这样,你也经验着这些不舒服的感受,它们不断地出现。 因此,你体会到,不管你经验到什么,像非常舒服的消融现象,你清楚地了知。 这不是永久不变的,由于某种原因,这种现象消失了,然后再一次经验这种舒服的经验。 二,这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乐寿,这对我而言并不是快乐的泉源。 这个苦,这个与生俱来的苦一直都存在着,而这些苦都有无偿的特性,变化变化,不断地变化。 像这样子继续地观察,继续在苦的整个的范围移动观察,就会达到清安的境界。 非常的清安,身上似乎不再痛苦,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受,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安详。 但是,我们还没有圆满整个身心的范围,因为这种境界还在身心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清安的状态当中,仍然是在不断地生灭生灭,因为这种境界仍然是无偿,不断地生灭生灭。 所以,我们继续接受这个事实,这还是在苦的范围之中,并不是经验到这种清安的境界,一辈子就是保持在这种状态。 清安消失了,我们又会再经历到粗重的感受,这些境界都是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这还不是真正的快乐的境界,如果是超越了整个苦的范围,我们就会经厌到超越身心范围的事物,不再有生灭的境界。 只要是有生物生起,呈现的境界,就不是永恒的境界。 诸行无常,任何和和而生起的事物,迟早会因为因缘离散,而终究归于毁灭的,这是自然的法则。 但是,当我们体验了超越身心,这种不再有事物生起的境界时,一旦我们经历了这种境界,我们就可以说,哦,我已经探究了整个苦的范畴。 否则的话,你是不能这样说的。 因此,如果只是非常粗重的苦,我们就不能称之为圣地。 这种苦是苦圣地的一个开始,但是真正的圣地是要探究了整个的范畴。 你已经以直接的经验去探究了整个范畴。